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摘米油盐塞满时 两口子闹矛盾的次数就变得越来越频繁 马吉感到了一丝厌倦 甚至觉得婚姻已经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笼 好在三个女儿再了解到母亲的内心后 并未站在道德与传统的角度上给予去压力 反而鼓励马吉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这样 1986年 37岁的她结束了与前夫的婚姻 带着女儿们过起了单身妈妈的生活 由于少了男人在经济上的支持 离婚后的马吉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精力 放在了工作和照顾孩子上 不过她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 不但有了稳定的收入 和孩子们的感情也是越发的亲密 马吉似乎也很享受这种自由自在 没有束缚的生活 但人这种生物就是这样 不管日子过得好不好 时间久了便渴望起了改变 就像一道菜再好吃也要换换口味不是吗 总之一成不变的生活再次让马吉感觉到了无趣 身边的朋友们也觉得她是时候开始一段浪漫的恋情 可问题是 马吉的生活圈中并不存在这么一个合适的对象 不过爱情总是让人难以琢磨 她怎么都不会想到 作为一名成熟女性 自己居然还会像情斗初开的小姑娘似的 对一个男人产生一见钟情的感觉 那是1987年5月的某个夜晚 马吉闲来无事便和朋友们去了犹他州盐湖城的一家酒吧消遣 话说这间酒吧走的是西部乡村风格 放的音乐也都是轻快的乡村音乐 马吉一行人喝着酒聊着闲片很是放松 而在酒精的催动下 荷尔蒙总是异常的躁动 短短几杯酒的时间就有好几批男士来到马吉这桌搭讪 朋友们也一个个被邀请到了舞池中央 此时此刻还坐在位子上的马吉有点紧张又有点期盼 倒不是没有人邀请他 主要是那些人没有给他丝毫心动的感觉 没曾讲就在马吉举着酒杯漫无目的的四处张望时 一个坐在吧台上的男人吸引了他的目光 和那些穿着西装或者打扮成西部牛仔模样的男人不同 这个人穿得非常随意 简单的白衬衫外加一条烧紧的牛仔裤 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男人较好的身材比例 或许是那道目光太过炙热吧 男人也注意到了视线的主人 这突如其来的四目相对 让马吉多少有点不知所措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转移目光呢 吧台上的男人却先一步扬起了灿烂且自信的笑容 并缓步地走向了马吉所在的方向 好家伙 随着男人的慢慢靠近 马吉是越来越紧张 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就在他想着应该如何应对时 已经走到敬前的男人开口了 你好 美丽的女士 可以和你跳一支舞吗 听着男人温柔的嗓音 马吉没有拒绝 差逢此时酒吧的音乐也很合时宜地 换成了一首慢歌 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男人给马吉的印象又好了几分 因为在跳舞的期间 对方一直保持着舒适的距离 丝毫没有借机占便宜的举动 很有盛世风度 后来通过相互介绍 马吉知道了男人的名字 他叫萧恩保罗拉尼尔 实际那晚两人聊得并不多 但却意外地合拍 因此在临走前 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 虽说马吉对萧恩很有好感 萧恩对马吉的似乎也挺中意 但作为一个明智的女性 马吉还是打算在正式约会前 更多地了解萧恩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几乎每晚都会和萧恩 包上各把小时的电话粥 在此期间马吉得知萧恩是一名毕业于巴黎兰黛学院的厨师 不幸的是 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离世了 和马吉一样 萧恩也有过一段婚姻 但不同的是 萧恩并非离婚 而是丧老 她的妻子在生女儿时发生了难产 最后女儿保住了 妻子呢 却走了 不得不说啊 萧恩的悲惨经历 让善良的马吉倍感心痛 或许就是这份心痛催化了爱意吧 在萧恩再一次提出晚餐邀请时 马吉同意了 那天傍晚 萧恩开车来到了马吉家 为她开门的呢 是一位年轻的女孩 聪明的萧恩立马就猜出眼前的小姑娘 应该就是马吉的大女儿 卡拉丹尼尔森了 于是她给了女孩一个微笑 并询问她的母亲有没有准备好了 此时盛装打扮的马吉 缓缓地从楼梯走了下来 卡拉为母亲终于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 而感到了开心 当然 这也源于萧恩给她的第一印象 按照卡拉的说法 帅气又自信的男人呢 是不会让人讨厌的 最后 在女儿肯定的目光中 马吉坐上了萧恩的车 那一晚 他们过得很是愉快 并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都说爱情呢 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 自从和萧恩在一起后 马吉容光焕发 充满了活力 这些变化 看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 也让他们对萧恩产生了 好好先生的印象 更让马吉感到欣喜的是 这个男人在工作上同样出色 有一天啊 萧恩告诉马吉 自己所在的餐厅 即将登上一档知名的美食节目 而她作为主厨呢 也将在电视上出现 介绍各种餐点 这人吧 多少都有点虚荣性 相比于自媒体繁荣发展的今天 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 能上个电视 依然是值得吹嘘一番的事情 因此 马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兴奋地把节目播出的时间 告诉了自己所有的朋友 在为收视率做出微薄贡献的同时呢 也想让大家看看男友的风采 然而当节目播出时啊 萧恩的表现呢 却让马吉感到了一丝意外 只见电视中的萧恩 戴着高高的厨师帽 和一副大大的眼镜 事实上 马吉从来没有见过她戴过眼镜 更重要的是 整个录制过程中 萧恩都低着头 基本不敢看镜头 唯唯诺诺 似乎非常的紧张 这与她平时自信且阳光的气质 简直判若两人 节目播出后 萧恩询问女友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马吉想了想呢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萧恩听后倒也没有生气 她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呢 归咎于太过于紧张 同时呢 也对戴眼镜的事做出了解释 萧恩承认自己的确有近视 之前没有说 只是想将最完美的一面 呈现在马吉的眼前 不得不说啊 她还是很懂女人心的 萧恩的这番话呢 让马吉很是感动 实际上 看到不敢面对镜头的萧恩啊 马吉并没有太过奇怪 在与其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她早就发现萧恩似乎 不怎么喜欢拍照 但凡有人拿出相机 想要合影留念时 这个男人呢 就会刻意地躲开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对此啊 马吉也很能理解 或许男友天生就对镜头有所畏惧吧 所以这次啊 她能够勇敢地出现在电视上 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只要是正常的恋人 在交往的过程中呢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比如和萧恩认识的两个月来 马吉就觉得这个男人的控制欲非常的强 他总是喜欢向马吉提出各种建议 而这些建议呢几乎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工作啊 家庭啊 甚至是穿着打扮 重点是 只要马吉没能遵从这些建议 哎 那么萧恩就会不太高兴 起初马吉还能勉强说服自己 认为这或许是萧恩爱他的万在表现 可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 事情却变得越来越夸张 由于两人都有喜欢运动的习惯 所以有一次啊 他们决定去镇上的一家健身房约会 当马吉表示对健身房的环境非常满意时 萧恩立即热心的提议啊 要帮他在这里办一张健身卡 除此以外呢 为方便马吉带着女儿们一起来健身 他还要帮马吉家的每一个人 置办一套健身装 只是这些建议呢 在马吉看来并不合适 办理健身卡倒也没什么 但要帮自己和女儿购买贴身的衣物 好像就有点过节了 因此啊 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萧恩的好意 可能听到这儿啊 各位并没有觉得有特别的过分对吧 哎 过分的事还在后面呢 时间来到健身房约会的几天后 马吉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可刚进屋子啊 就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呢 但定睛一看 好家伙 自己的卧室门上居然挂着一套运动服 一瞬间 马吉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他立即去了二楼女儿们的房间 果不其然啊 每个人的房门口都挂着那么一套运动装 不用说啊 除了萧恩以外 还能是谁干的 更可怕的是 马吉从来没有把房子的钥匙给过萧恩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进入屋呢 马吉是越想越害怕 而下一刻一股怒气又冲上了心头 他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 萧恩怎么能在未经允许的前提下 私自闯入住着四名女性的住所呢 面对这种情况 马吉毫不犹豫地拨通了萧恩的电话 即便对方一再解释 自己只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但马吉呢完全不愿意听这种辩解 他严肃地告诉萧恩 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此结束 自己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还别说 在打过那通分手电话之后一段时间里 萧恩真的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再也没有了消息 对此 马吉的心中是五味杂成 一方面 萧恩的控制欲 让他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另一方面 萧恩的体贴入微 又让他很是怀念 毕竟人非草木啊 马吉想着或许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就能完全把萧恩忘掉 但感情这种事 不是纯靠理智就能控制的 同样是某天的下班后 马吉回家时在门口的地毯上看到了一张字条 捡起来一看 上面写着一行字 打电话给我有急事 萧恩保罗 不得不说 在正常情况下 马吉大概率是不会理会的 但字条上凌乱的字迹 似乎让他感受到了萧恩慌乱的情绪 在侧影之心的驱使下 马吉再次拨出了那个已经烂数于心的号码 万没想到的是 迎接他的竟是萧恩伤心欲绝的哭声 通过上面的介绍呢 我们知道萧恩曾与前妻生下过一个女儿 这个孩子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仅存的唯一情人 但就在一天前 女孩呢 被一名醉酒的司机给撞死了 听到噩耗和男人的哀嚎 马吉觉得心都要碎了 因此萧恩请求她去看看自己时 马吉毫不犹豫地就赶了过去 但当她真的见到对方时 心里啊 却是咯噔了一下 因为此时的萧恩满眼血色 浑身上下呢 散发着一种可怕的气息 马吉潜意识中的警铃 突然想了起来 她猛地挣脱了萧恩的怀抱 并拒绝进入公寓的大门 然后啊 她借口身体有点不适 迅速地逃离了这个 让其感觉到危险的男人 经此一 马吉真切地感受到萧恩 的确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两人的分开或许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但还是那句话啊 感情的事真的很难受理性的支配 事实上马吉的决心很快就遭到了瓦解 因为几天后她又一次接到了萧恩的电话 对方呢在电话中讲述了要将女儿的遗体送回故乡 纽西兰的事 而多愁善感的马吉听着听着心就软了 自此啊 两人恢复了电话聊天 不久后便复合了 有了上次分手的经历 萧恩的控制欲呢收敛了很多 她没有试图再次触碰女友的顶线 正一如此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吉也渐渐放下了对萧恩的戒心 在连续交往了将近一年后 萧恩在圣诞节那天向马吉求了婚 她希望马吉能一辈子陪在自己的身边 而马吉呢则在感动中接过了萧恩手中的戒指 两人很快举办了婚礼 婚后的萧恩搬进了马吉的家 两人重新装修了一家房子 还建立了一个共同的银行账户 可就当马吉满心欢喜地期待新生活时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 却给这段刚刚开始的婚姻注入了不安的种子 什么事呢 大概在婚后一个多月吧 有位朋友呢在和马吉电话聊天时随口提了一句 说在电视节目上啊 看到了一个叫保罗史蒂芬迈克的通缉犯 此人呢涉嫌两起女性谋害案 目前仍处于在逃阶段 重点是这个保罗啊 哎 长得和萧恩特别像 当然朋友这么说 并非真认为萧恩和通缉犯有什么关系 纯属开个玩笑调侃一下 马吉的态度也差不多啊 就当玩笑话听呗 但事后回想起一路走来和萧恩之间的点点滴滴 他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除了起初那强烈的控制欲外 还有一个细节 让此时的马吉非常在意 各位还记得萧恩的全名叫什么吗 叫萧恩保罗拉尼尔 有意思的是 马吉好几次用萧恩来称呼丈夫时 竟得不到丝毫的回应 可一旦改叫萧恩保罗 对方立即就会反应过来 马吉对此呢还抱怨过几次 萧恩的解释极其简单 因为他习惯别人用萧恩保罗来称呼自己 然而现在想来 如果丈夫萧恩保罗拉尼尔 和通缉犯保罗史蒂芬迈克是一个人的话 一切就都解释得通完 他根本不是习惯于萧恩保罗的称呼 事实上保罗才是他的真名 虽然这很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 但却不得不引起马吉的重视 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孩子们的安全 必须要弄清楚真相才行 此时马吉想起萧恩搬来时呢 曾带着一个盒子 并说盒子里放的都是过世亲人的各类文件 于是马吉趁着丈夫不在家的机会 从储藏室里找到了那个盒子 想打开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蛛丝马吉 可他仔细翻阅了不少文件 倒没有看出有啥不对的地方 就在马吉松了口气打算把盒子整理好放回去时啊 他注意到了一张萧恩女儿的死亡证明 这东西之所以会引起马吉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证明上居然没有官方的印章 再仔细一看 连去世日期都是错的 就这样 等萧恩下班回家后 马吉当面就拿出了那张证明 并指出上面的错误 其实他就想看看后者会有什么反应 没怎想 萧恩只是稍稍愣了一下 接着炒起电话就打给了医院理论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一切 马吉多少安了点心 但前一世中的担忧呢 并未完全消失 那一晚啊 他失眠了 看着身边熟睡的男人 他真想问一句 你到底是谁 可转头想想 万一萧恩真是通缉犯 自己这一问啊 很可能让对方苟急跳墙 那样的话自己就被动了 经过一夜的思考 马吉决定 专业的事还是让专业的人来干 于是他联系了一位私家侦探 来对丈夫展开调查 而侦探的要求也很简单啊 只要知道熟恩的社会安全马 就能追踪到他过往的经历 当然这件事呢 也只有马吉可以办 好在此时的熟恩呢 还没有对妻子有所防备 因此马吉很顺利的 在其熟睡后 偷走了他的钱包 按照原本的计划 马吉会用提前准备好的纸笔呢 记下熟恩的社会安全马 然后啊 再把钱包放回原位 可他没有想到 打开钱包一看 里面居然有两组社会安全马 虽然很是奇怪啊 但他还是把两组号码全都记录了下来 交给了私家侦探 而人家隔天就给出了反馈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 因为两组号码都不属于孟恩 事实上 他们属于两个已经去世的人 事情到了这一步啊 已经越来越向最坏的方向发展 但即便如此 马吉依然无法下定决心报警 他还想找到更多的证据 想到这儿 马吉啊 索性变了一个油桶 说熟恩的餐厅里呢 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安全马 所以啊 他顺手翻了熟恩的钱包 却发现里面竟然有两组安全马 一听这话 熟恩顿时脸色大变 他结结巴巴的说 另一张安全马是一个朋友的 或许是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熟恩根本来不及 编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故事吧 所以啊 在说完这句话后 他突然就愤怒的喊道 以后不要再追问这件事情了 接着呢 便把钱包放进了一个带有锁的公文包里 这场讨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 同一天的傍晚啊 马吉下班回家时 发现三个女儿全都不在家 回想起上午发生的事啊 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于是便打电话询问熟恩 孩子们的下落 你们猜怎么着 后者阴阳怪奇地回道 他们很好 但我不打算告诉你他们在哪 这就是你好奇心太强的下场 好嘛 这番话听得马吉是冷汗直流啊 但此时的他除了在家里苦等外 并没有别的办法 当看到熟恩独自回家时 马吉立马哭求他告诉女儿们的去向 可对方还是那句话 他们很好 玩得很开心 就在马吉准备跪下来求他时啊 哎 女孩们竟回来了 疑问之下才知道 他们和朋友一起去游乐场玩了 事前呢 也已经告诉过熟恩 并让他转告马吉 哪知 熟恩不仅没有这么做 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达到恐吓的目的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啊 自己的行为 彻底激发了马吉的勇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马吉先以度假为由 将三个女儿呢 送到了前夫家 接着啊 趁熟恩晚上睡觉的机会 想办法打开了那个袋索的公文包 把里面所有的文件 都用照相机拍了一份副本 接着呢 又将一切归为原位 除此以外 他还将厨房里一只熟恩用来喝橙汁 且还没来得及清洗的玻璃杯呢 收入了密封袋 最后 马吉带着所有搜集到的证据 走进了警局的大门 当负责警员听完马吉的来议后 当即提取了玻璃杯上的指纹 并录入了数据库 果不其然了 经过比对 肖恩保罗正式统计犯 保罗史蒂芬麦克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听到确切结果后 马吉还是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他的哭声中 有伤心 有解脱 还有浓浓的恐惧 问题是 此时的肖恩还在马吉的家中 而警方的逮捕令 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出去 面对这种情况 负责人建议 马吉先找一个理由 躲起来再说 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马吉知道这个男人的敏感程度 如果女儿和自己都离开家的话 他很可能会察觉到 不对劲而逃跑 要是警方没有来得及将其抓获 马吉一家很可能会遭到报复 因此他打算铤而走险 回家稳住肖恩 虽然警方觉得这么做风险极大 但在马吉的一再坚持下 负责人也只能同意 并表示会尽快把戴布林劈下来 就这样 马吉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家中 当晚他根本无法入睡 整个人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 等到了凌晨十点 前门终于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万没想到 熟睡中的肖恩 居然在敲门声响起的一瞬间 就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随手套了一件衣服 就从浴室的窗户翻了出去 此时此刻 马吉惊呆了 他只能向上天祈祷 警方一定要抓住这个男人啊 还好他的祈祷的奏效 通缉多年的保罗史蒂芬·麦克 被成功逮捕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保罗 到底是怎么成为的通缉犯呢 这事还要从1981年讲起 在俄亥俄州马里恩市 有一家乡村俱乐部 当时19岁的安尼特·赫德尔 就在这家俱乐部担任秘书 1981年7月8日这天 安尼特需要加一会儿班 他告诉家人自己会搭车回家 但后来他却失踪了 更可怕的是 4天后的7月12日 安尼特的家人 就在马里恩郊外的河岸上 发现了他的遗体 后经法医检验 女孩呢遭受了侵犯 但去世原因不明 至于第一个被警方列为嫌疑对象的 就是安尼特的上司 理由很简单 安尼特的妹妹表示 姐姐有一次告诉她 天呐 太恶心了 乡村俱乐部的那个老男人 正在对我发动攻势 可当警方询问这名上司 是否知道安尼特的去向时 对方却表示 7月8日下班后 自己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但其他同事却说 那天上司不仅主动要求 要送安尼特回家 甚至还邀请她找个地方抽点杂草 只可惜 在之后的搜查中 警方并没有在上司的住处 找到任何与安尼特谋害案有关的线索 但在调查的过程中 警方却发现这名上司 居然本就是一名重刑犯 当时正处在假事阶段 因此顺手就把她送回了监狱 说到这儿 估计大家也都猜到了 这名所谓的上司 正是保罗史蒂芬 总而言之 等她再次出狱时 已经是1985年了 可叫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家伙才出来不久 就又因为一起轻罪 入狱了一年 可1987年 她再次进入了警方的事业 事情是这样的 21岁的凯伦格雷斯·温斯莱特 在加州的萨克拉门托神秘失踪 她最后一次出现 是去为百威啤酒充当模特 拍摄照片 根据其留在家中的拍摄地址 男友就找到了保罗 起初后者否认与凯伦相识 但几个小时后 她又打电话给对方男友 说自己确实约了凯伦 但最后因为别的事情取消了 而等调查人员介入后 他们在保罗的住处 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的拍摄装置 再一查识哥们的背景 好家伙 结过七次婚 蹲过N次监狱 而几天后凯伦的遗体 就在一家汽车旅馆被人发现 去世原因为枪烤铜阿斯匹林骗剂中毒 其体内药剂的含量是致死量的25倍 当时警方其实已经有足够的理由 抓捕保罗了 但他们手上的证据尚不确定是否可以给他定罪 就在调查人员寻求决定性证据的时候 保罗趁此机会逃离了萨克拉门托 三个月后 他化名成了肖恩 在盐湖城的一家酒吧中 邂逅了自己的第八任妻子 马吉·戴尼尔斯 而保罗在被捕后 一直被关押在盐湖城 后来被引渡回了萨克拉门托 1998年3月 他因侵犯谋害21岁女模特凯伦 受到了指控 经过三周的审理后 陪审团一致认定其罪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25年 但由于缺乏证据 保罗始终没有因谋害秘书 安妮特·赫德尔 接受过任何指控 2018年保罗在狱中因病去世 当时他75岁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